我们为什么看一下讲问题的公办都更政策 公办都更是台北市政府 尤其是柯文哲市长才上任之后开始做的 那如果大家这么关心的话 前任两任的政府为什么没有办法做到 主要就是因为没有用心来做 那公办都更在柯文哲市长上任之后 我们其实不是从90%开始 我们是从0%就开始 划定了很多的都更单元 第二个设定了很多的都更工作站 那这些像斯文里三期 它都是从工作站开始 从零开始一站一站的去整合 所以公办都更是现在这八年 你看推一个都更有这么困难 所以我们选择的都是比较弱势 比较复杂的产权 尤其是比较老旧的社区 公办都更 我相信在全国应该都没有比台北市做的更好 就在讲关于公办都更 或者割倒为了一个状况 大家关心公办都更都很好 都是好事 但是政策上面要能够让一个地方 如果不是斯文里三期完成了 之前谁在做公办都更 包括如果国民党当时的话 它为什么16年的市长都做不到